韩食节吃什么? 韩食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,时间在清明节的前一天。 在韩食节这天,人们吃清明果,它形似饺子,但味道和饺子不同,外皮是用蜀菊草或艾草做成的。 馅料有韭菜、鸡蛋、豆腐干等,还要喝韩食粥。 因为在韩食节日期间,百姓家不许冻烟火,需备卖粥等冷食,此外还要吃清京饭。 就是用糯米染污饭束发之汁煮成的饭,颜色乌清,为韩食节的食品之一。 清团也是韩食节吃的食物,它是一种用艾叶做成的绿色糕团,清甜干香,软糯可口。 除了这些,还要吃伞子、润饼菜等传统食物。